这是凤梨QQ,宝岛凤梨QQ,它是冰沙 新鲜凤梨加入黄金比例调味打成冰沙 就成了店里招牌饮料,宝岛凤梨QQ 这家近来在金融闯出名号的朝午餐餐厅 开店之初参加产业发展处举办的青年创业辅导活动获益良多 尤其疫情期间,产业发展处与市府各局处资源能力 在各大市场辛苦站岗执行人潮分流管控 守住市场防线相当辛苦 因此中华民国工业设计协会及金融市议员同志委 联合赠送200杯下午茶给产发处同仁 一方面力挺业者,也希望在延延夏日带给第一线防疫人员一些清凉 并为他们加油打气 跟产发处的源源其实在两三年前就开始了 就是参加金融市政府产发处办的青年创业对话 对于我在地基隆青年创业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个疫情期间他们真的很辛苦 因为我刚刚在这边也听到他们聊天的过程中 就是从5月开始疫情爆发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休息 所以就是辛苦大家 然后希望藉由这些就是我们能力所及的事情 然后制作这些消暑的音频给他们 就是慰到大家 因为我们在基隆有许多的这些青年的会员 在基隆创业 那这一波疫情呢其实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不过我们非常感谢基隆市政府的产发处 帮我们守护住了市场 那其实市场呢这个疫情呢其实是最严重的 那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也靠了这个守护住的这个市场的疫情的这个控制 所以呢也让各个业者呢其实在即将要解封之后呢 可以迎来这个新的更好的这个业绩 从疫情爆发开始 产发处的同仁全员无休 那到现在为止其实都没有一个六日 那我想中华民国工业设计协会也特别想到我们产发处的辛苦 那我想相信也是第一个单位来捐赠产发处来慰问的单位 那我想非常谢谢他们 那我们产发处其实在市场管理方面 相对来说让我们基隆市有非常优异的成绩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再体谅一下 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相信基隆市的市场生意都会更好 对于各界的爱心产发处同仁感到相当窝心 从疫情开始到现在我们市场科同仁 还有我们产发处的同仁 就几乎每天都有排班到市场去做管制的一个勤务 那当然还有我们府内其他局处的同仁也有来支援 那今天有特别谢谢同一员 还有我们居民这边 那特别送清凉的饮料来慰问我们产发处的同仁 产发处方面表示 除了持续市场相关防疫管制措施 目前也积极安排各摊商施打疫苗 希望在疫情解封后能提供消费者安心的购物环境 并提振市场买气 协助大家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记者张旗藤记忽报导